大家好,欢迎收看搞笑的大挑战 今天小哥和他的朋友们要进行捉迷藏挑战 谁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就能得到一万美元的奖金 现在小哥已经躲在了一个铁箱子里 而监控里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 参加游戏的几个人要在房间内观察地形 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更是为了一会儿在寻找的时候能更加轻松 现在距离游戏正式开始还有44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姐姐身后左上角的位置标出了有云在这里 但是姐姐面对镜头讲述着却丝毫没有发现 小哥也来到了这个位置 可是小哥也没有发现 他现在非常苦恼 为什么一个人也找不到 现在爸爸又来到了刚刚小哥和姐姐来过的位置 此时藏起来的人正在上面的柜子里小得很开心 爸爸也准备开始藏起来了 他居然躲在了一个空的垃圾箱里 这里面的空间很大 但是味道一定不太好闻吧 这时候小哥心想 为了藏起来不被找到 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了呢 此刻 姐姐来到了一堆货架面前 他认为小哥一定藏在这里 现在小哥的舅舅坐上了他的轿车 姐姐这个时候直向房顶 爸爸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小哥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吓得气也不敢出 可是爸爸却拿着翘棍走向了另一边 每次爸爸和姐姐路过的时候 他们都会抬头看一眼 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现小哥藏在这里 小哥的朋友也踏入到了寻找的队伍当中 他表示自己对小哥非常了解 一定能找出他藏在哪里 像小哥这种人 是不会轻易地藏在这么简单的位置的 小哥看了一眼车里没有要寻找的人 接着他钻入了一个非常漆黑的隧道里 这里还闪着红色和蓝色的光 看起来非常诡异 这几个人居然放弃了寻找 趁小哥不在的时候 把他的车喷成了五颜六色的 不过一家人对于他们的涂鸦好像非常满意 姐姐在别人的帮助下爬到了墙的上面 俗话说的好 长得高看得远 爬到高处应该就能很容易地发现小哥藏匿的位置了 而爸爸此刻也选择了向高处爬去 小哥的朋友却表示 小哥是不会爬到那么高的地方的 爸爸却非常不死心 他把床垫一个一个地搬了下来 现在时间只剩下不到五分钟了 可是大家仍然没能找到小哥的踪迹 在车里等待的朋友们看起来已经按捺不住了 如果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 小哥的爸爸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就要获得惩罚 小哥的朋友此刻也爬上了梯子 他认为借助工具爬得更高 应该也能发现小哥的踪迹 虽然凭借着他对小哥的了解 是不会爬那么高的 但是地面上找不到小哥的踪迹 他们就只能从高空寻找了 几个人在高处四处地观察着 他们也在讨论着小哥可能藏身的位置 姐姐也加入到了观察的队伍当中 不得不说 小哥选择的藏身地点还真是隐蔽呢 四个人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现在时间只剩下一分三十秒了 如果在一分半内 小哥还没有被找到的话 这四个人都要接受惩罚 反而小哥还会得到相应的奖品 难道四个人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四个人之间好像马上就要发生争吵了 几个人感到非常纳闷 难不成小哥还会隐身术不成 还记得游戏开始之前布置的规则是 只能在这个仓库内藏身 并且不能藏到非常高的地方 但是在地面上丝毫没有找到小哥的踪迹 难不成小哥真的像他们所想的一样 藏在非常高的位置吗 小哥的朋友壮着胆子爬了上去 摄影师也紧随其后 现在时间只剩下十几秒钟了 他们仍然没能找到小哥 现在爸爸对一个地方产生了怀疑 因为他曾经在这里听到过奇怪的声音 几个人纷纷指向了非常高的位置 在那上面有一个铁皮箱子 可是现在倒计是已经结束了 小哥也顺着梯子从上面的铁皮箱爬了下来